主題是那些在ntust.cc背後你所不知道的故事 那我們一起歡迎他 大家好,我是Jason 我今天要講的是我們學校的選課模擬的一些背後故事 還有使用到一些技術和改版用到一些東西 我是台灣科技大學之工系的學生 然後目前的興趣是做網站 所以是一個網站開發者 然後上面的那個資訊 上面的那個網址可以找到我的聯絡方式 然後我今天會講的內容就是ntust.cc 為什麼這個選課模擬會不會做出來的一個故事 跟一個他使用的資源還有相關技術 但是技術的部分只會談到主要的名稱和一些它的feature 但是不會講到詳細怎麼使用方式 那是要你們自己去找 那我用這張投影片當開場是說 就是大學我們生活的時候 我們大學生活 那個選課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差不多就可以用這張投影片上面的故事來形容 就是你9點準時選課網路lag然後你選不到 接著你就選不到課了 那你如果使用像是選課模擬這種東西的話 可以幫助你就是至少會有一些幫助 讓你跟一般沒有使用的同學比還是會有一點點的差別 那這個選課模擬N2S 4.cc 對一般使用者來說它是什麼東西咧 它就是一個算是選課前的殺盤推演 就是你預先想好說你要選什麼課 然後把它排到你的那個選課模擬表上面之後 你到時候要選課之後就直接把它填上去就可以了 那其實這你可能會想說 它沒有什麼東西 它就是一個模擬一個你選課的結果而已 但是它的意義很大 那它的那個選畫面差不多像這樣 在這個地方打你的選課 打你要的課程名稱之後 會出現這些課程 然後你把它排課之後就可以排到上面去了 那這些動作都是用adges來跑 所以不會用到網頁充整 那這就是比較方便的地方 那你點了那些課程名稱之後 就可以看到哪些人修了這門課 那另外就是說那個投影片有200多頁 所以我可能會講稍微快一點 那選課模擬跟一般學校 我們用學校選課系統 跟我們是以排課方式的差別在哪邊 大概可以用這張圖來形容 那你就直接上戰場 什麼課都沒排的話 那你可能就搶不到課 或者是你完全搞亂了 你不知道到底要修什麼 那另外一種就是 你使用你自己的方式 那可能還不錯 但是你如果用CC的話 可能又會更好 那它現在目前就是 也可以用來查你的那個課程 那你修的課 那你打開手機 輸Mtust.cc之後 你就可以查到 然後輸入你的學號 它就會對應你 選課模擬那個地方 顯示你也有修的課 然後跟上課的時間跟地點 那它也扮演校園裡面的一個交易平台 那我原本做那個功能的時候 原本以為不會有人使用 但是結果錯了 就是看到那個有人使用的時候 就還滿感動的 那還有一位 還有一位那個學弟就講這句話 就是我們做寫程式的人都會有這種想法 就是你寫出來的東西有人用 那你 這就是我們寫程式的意義 那使用這東西就是 你上網就可以看到你朋友修了什麼課 就像是這樣子 你點了 你如果有去使用的選課模擬的話 你點下去 你修過課程之後 你就可以看到哪些課 你的同學有哪些 在這個課程裡面 那經過調查檢視 有更多的人 拿它來找 叫做同學的東西 像是這樣子 我過濾一下說我要找氣管 我就找氣管 就找到 那 結果看到一群痴漢 在那邊 看哪個看哪個 可是這在 我們同學當中 還滿多人做這種事情的 只是 有沒有看到而已 各位還是不要太認真 因為我們都相信 這世界上存在一個 與你正面的群女神 但是我相信你找到它 所以隨便找就好 那對我而言 NTA C.C.U.是什麼 它是一個練功的東西 因為我喜歡寫程式 我會想要找個東西來做 增加自己的功力 那你知道 怎麼把木瓜 種得又大又美的方法嗎 去看Carno就知道了 它也是憤怒之下的產物 等一下就會談到 那開始談吧 為什麼要做CC 因為我那時候 高中的時候 看了一部電影 它叫做 它在講Facebook的一個 創作的過程故事 那這部電影的名稱叫做社群網站 建議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看了會很熱血 搞不好 下一個做出什麼 了不起的 影響全世界的東西 就是你的東西 那 然後我那時候也看到 Facebook 在電影裡面看到 Facebook公司成立的日期 是 2004年4月13 這是什麼日期 這是我的生日 我看到的時候 我就非常的熱血 更熱血 因為這是我的生日 所以我就 下定決心 我要在大學裡面 做出一個可以影響校園的東西 那我的想法其實很簡單 我就是需要一個構想 構想出一個會有人使用的東西 但是困難點就在於 要想出一個 想出一個會有人使用的東西 是非常困難的 那 所以這個東西 就我一直想 一直想 因為沒有人用的東西 你不會想去做它 通常你不會想去做它 但有人使用的話 你就會不斷去更新這個東西 那直到有一天 我正在做選課模擬 當時的選課模擬 就像是這個樣子 你在學校 查詢 學校系統的課程之後 你就會開始看說 學校的課程有哪些 然後再把它排到ESEL上面 然後排 排啊 第幾節啊 禮拜幾第幾節 然後節次在什麼時候 學分多少 總共學分多少 那這個時候 你如果只要換 想要換一門課的話 你就悲劇了 因為你可能就要把 可能我要把 加一門課進來 然後翻衝堂 我要把這門課拿掉 然後再把新的課拿進來 然後這邊全部都要更新 那我那時候就 非常憤怒啊 然後而且我們學校的 選課系統 它也只有在選課 時間的時候才會開放 所以 我原本想說 學校應該說 會讓我們先在上面 做選課的動作 然後不一定要把這個 做為真實的結果 但是你可以先把它記錄下來 這樣 但是沒有這種東西 然後 然後 在我那時候做 CC之前 就是 NTOCC.CC 我現在就把它簡稱 叫做CC 在我做這個CC之前的話 大家 我看到同學們的選課 幾乎都是這個樣子 沒有一個好的工具 改善現有的狀況 所以 當時 我的室友 跟我住在一起的室友 他就提出了一個想法 那這個室友 他叫Taler 他好像就是最近很紅 爆紅的一個 氣象旅網站設計 概念稿的作者 我就是他室友 他當時提出了一個想法 那個網站 那個網站也上線 所以如果有習慣看天氣的 看天氣狀況的同學 可以去上面看一下 那我 我自己的部分的話 我是 原本也沒有看天氣的習慣 但是做了這個之後 每天習慣打開來看一下 今天天氣如何 降影機率如何 對 他的手機板上面也可以看 那他就長這個樣子 那 當時 Taler做在我旁邊 他提出一個構想 你去寫選客模擬系統啊 然後我知道他是隨口說說 但是我認真了 然後因為 這又是大家 大家的問題 這一點就讓我更有動力 因為 如果這是大家問題的話 我如果把它做出來的話 就會有很多人使用它 當下我覺得 好構想 Taler 然後正值選客時期 就可以 寫完馬上可以知道 這個東西到底會不會 受到大家的喜歡 然後 加上部分系 選客自由 因為我們台科有科系 叫做全校部分系 一屆有兩百 多達兩百人 有高職生 有高中生 也有繁星的 也有積養保送的 那 這種學生的課表 他們本身就是 幾乎都是 應該說 課表就是空白的 全部自己填 所以他們會更需要 這種選客文理系統 再加上我又是一個 城市開發者 所以我就覺得 這就是天時地利的核 所以就讓我開始做這個東西吧 首先我需要全校課程的資料 然後 我要先 我可以搜尋到 學校的所有課程 然後我只要寫一些PHP的程式 欸 當時 Facebook臉書創辦人 的那部電影 它上面也是用PHP去撈 那些正妹的資料 撈那些照片的資料 那我是 我撈的東西不一樣 我是撈課程資料 然後 我就想說 寫一點程式 寫PHP的程式 來撈這些課程資料 好 撈完了 看一下 就是 大概就是把重要的東西都撈出來 那你也要大概知道 你會用到哪些功能 做為你的key 或index之類的 好 有了資料之後 是好的開始 那我就開始寫選客模擬吧 先分析 這個需求 就是我要做這個選客模擬的話 課表和查課 一定要做在一起 這樣才方便 他其實 查完課程之後 他就能把 他想要的課程 直接排到他的課表面 所以 然後他也要說 能查到課程 我就要即時前世 這個課程的資料 也要知道這個課程 跟你目前的課程 有沒有沖彈 然後也要做到即時排課 那其實這個需求看下來 他脫離不了的東西 一個技術叫adges 他就是非同步的請求 就是 不需要重申網頁 然後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就這樣弄到三點半 從大概十點多的時候 弄到三點半 因為一個玩笑 弄到三點半 然後就第一版就完成了 然後什麼時候上線 馬上上線 然後那時候 那時候本來要替他想的域名 然後叫ntust.net 可是發現 這個網域好像被 我們學校的電顏色註冊走 所以我就決定使用ntust.cc 所以cc這樣來 也有另外的原因是 當時因為 無名小站也是用cc 想說我也來個cc好了 然後 就在2011年的11月2號上線 當時長這樣 超級陽春的 可是還蠻多人使用的 阿 就是 一樣是 這邊可以找課 然後就可以 按了排課之後 他就直接排到這邊來 差不多長這樣子 然後 沒錯 他就是一個晚上架好的網站 有人會好奇這個問題 他就是一個晚上架好的網站 然後選課模擬上線當天 沒有特別的宣傳 但是有同學使用發現還不錯 然後還主動幫忙轉貼 所以當天的使用人數就直接 隔一天的使用人數 就直接衝到200個人 然後可惜的是 他沒有辦法像電影一樣 他 他沒有辦法像電影一樣 影響整個學網 因為那個 那部電影的 他是把整個學網給癱瘓掉 因為他那個 人氣實在太旺了 什麼 每 一個小時 點擊 兩萬兩千次 對 然後過了幾天 有人問到 就是 你知道 他修什麼課嗎 當下靈感一來 原本長這樣子 讓我加入一些新功能 變成這個樣子 然後接著 就會很好奇 大家就想看看 什麼女生修什麼課啊 修課同學 這就是 做特定位置 做想做的事情 這就是大家選課的原因啊 看到誰 哪個正面修什麼課 就跑去跟他修 後來還有 加入類似像個人頁面啊 塗鴉牆啊 好友啊 功能 類似一大堆Facebook的功能 但是我 還有像是這個功能 就是 假設你看到一個人 他個人頁面長這樣 你加入他好友之後 接著對方Facebook 塗鴉牆就會出現這種東西 所以那時候 也是剛好利用這個東西 來練習Facebook的API 就是 把文 PO到別人的牆上面這樣子 然後 不過這些東西之後 全部都拿掉 因為我覺得一個好 用網站功能不用太多 你只要Focus在你的選客模擬系統上面 你寫得好的話 呃 大家就專注那個功能 那你之後要發展功能的話 我是覺得 要東西做得好 再拿出來用 那時候就是 覺得東西都沒做得好 然後就一直加功能加功能 加到最後其實都是多餘的 那另外 還要隱藏一位 呃 還要感謝一位 隱藏角色啊 他有在場 看到這個顏色大概也可以想到誰啦 就是他啦 就是他啦 就是 那時候 那時候其實我不是很重視治安這個問題 然後這個是 這位大大 幫我發現 很嚴重的漏洞 然後我那時候才開始重視治安問題 然後才開始用一些framework 開始重構整個網站 那故事聽完了 這就是當初 做ntvst.cc的原因 就是為了一個衝動 做出來 然後憤怒 覺得沒有一個好用的東西 就這樣做出來 然後再講一些 大家可能會比較有興趣的東西 他使用的免費資源 就這個啊 這個免費的簡訊 就是 他有贈送 他現在漲價了 所以他現在只有免費 等於是可以發台灣66封免費的訊息 那我是用這個功能來做 那個 因為我後來有加入台科4級的功能 那就是 你需要用電話驗證 你才有辦法賣東西 來確保一些安全性這樣子 然後 如果要發大量信件的話 可以用man drive 這個圓人什麼的 他可以免費的話是 每個月可以發12k封信 那其實你想說你每個月可能 發個一次一次就夠 那還有免費的SSL 其實CC用不太到這個東西 但是那時候看到免費的就去試試看 所以也把這東西加進來這樣子 然後 可是現在我前幾天去試的時候 發現他好像現在不太好申請了 那我是有 最近有用到另外一家SSL 他每年只要8.95美金 那其實如果你若一次注冊五年的話 每年只要4.99美金 那 當然我駕那個網站的話 也要一台伺服器 也要一台INUS的機器 那這個是要錢 不過本來就有這麼一台機器 他長這樣子 然後 可是開24小時總要電費吧 那這個也不用錢 台科大幫你出 住宿舍 開24小時 那當時沒有免費的EC2 可是現在不同了 現在也有這種東西 所以你如果有需要的話 也可以去架一個機器出來 弄 那不過CC後來還有先後搬到 Linode跟EC2上面 那Linode的話就是價錢比較便宜 那我後來是搬到EC2上面 然後也順便玩一下 看看EC2是怎麼樣的東西 那幹嘛要花自己的錢 就有人問到說 你為什麼要花自己的錢 去做這個事情 那這個問題我暫時 現在還不知道怎麼回答 那他說那廣告啊 放廣告也好啊 不行 因為 我覺得廣告它會破壞使用者 體驗 而且這個系統 它只有在特定的時間裡面 會有人使用 重點是誰會去點這個廣告 那最重要的是 你做一個東西 你不會想要用廣告把它毀掉 Facebook當初也是 一開始也想擺是這樣子 然後 那再來講到就是 CC用到的相關技術 D版的CC 它就是PHP首科的那種 超級髒 一大堆HTL跟一大堆TAG混在一起 那種完全沒有用到MVC架構 然後也用到Template加油 當時我 我那時候 就撈課是用PHP的這個函式 然後再加上正規式的方式 就剛剛 上一個講師有講到 用正規式的方式去抓取課程的資料 把那些 那些欄位 Match出來 那 那 那時候 那時候 主要就只有用到JQuery這個東西 然後 它最近有一個新的版本就是2.x版 第二版之後 它不支援IE678 所以如果要使用的話 要小心一點 就是去使用1.10版的 那另外 最近也有看到一個說 你可能 不需要使用JQuery這個東西 但是 我覺得 使用JQuery還是必要的 因為你不太可能去實作 把那些東西寫出來 畢竟JQuery寫出來 還是比較直覺 那 像用了大量的ADDS做 那個頁面切換 選課 還有類似FB的東西 這些也都使用到ADDS 去做那個非同步請求 那想當初 我之前 比賽的時候 是N年前比賽的時候 那時候 還不流行ADDS這個東西 但是你只要 那時候比賽寫出來 算是還蠻潮的一個東西 然後當時 比賽就是這樣 然後寫一個ADDS 還要記狀態碼 什麼200什麼的 然後最後寫完 光是基本的請求 你就要數十行了 然後 然後還要長這樣 這你就不覺得不直覺啊 這什麼東西 然後可是 現在的JQuery 你只要一行就搞定了 而且還痛斥所有軟體 像這個的話 這個還有另外一個叫Active 什麼的 那個才可以跨另外一個瀏覽器 然後我暑假的時間 2012年的暑假的時候 我那時候就想要學 一個MVC的Framework架構 我那時候也沒有用過 Framework 所以我就想說 就來把它重寫看看 用Framework MVC的架構去重寫 當時我是使用PHP的Framework 叫做CI的Framework 那現在有另外一個比較紅的 我還蠻想為了它回去學PHP的 那 那 當時使用是CSS 而不是 CSS Framework 是使用Bootstrip 然後 第一版那個時候出來的時候 我看到有很多網站 的按鈕都長這個樣子 然後我就不知道為什麼 他們怎麼有辦法做出 這麼漂亮的按鈕 結果我就自己 用CSS的方式寫了 但是就寫得不像 結果後來發現原來 大家都是用這一款 所以才長得一模一樣 對 所以 所以你如果用Bootstrip的話 你可能要稍微改一下 才可以讓自己的網站 看起來跟大家不一樣 不然大家已經看到 喔 Bootstrip做的 那時候版本控制是 使用那個 SVN 它比Git 可以去捨備一下 它比Git差一點 主要是因為它 到後面就越記越肥 然後記了一大堆就是 Git主要 就講Git的優點 它就是只會記 那個快照 那差別部分記下來 那SVN的話 它會越記越肥這樣子 那第二次改版的時候 我是完全換一個原重寫 因為 還記得 第二次改版那個時間前的時候 就剛好我學CI那個架構的時候 我看到兩樣很潮的東西 很久以前就看過 但是一直沒有機會用到 一樣叫做NodeJS 另外一樣叫做Ruby and Rails 那這兩樣就是後來 後來還蠻紅的東西 然後主要是因為 二年前有某個網站的站長 推薦我學Ruby 那這個logo 這是那個網站的一個圖案 如果看懂 其實這個網站的站長就是 這個網站就是 一個叫不正常GM的網站 它就是在記錄一些 RO幾十物價的東西 然後那時候我也做了一個 一樣算是幾十物價查詢的東西 然後因為某些事情 利益關係 認識這個站長 然後他那時候 後來跟我電話聯絡的時候 是建議我去學Ruby這個東西 因為這個是國外 他說國內不紅 但是日本人 國外人 他們做網站都幾乎都是用這個東西 再搭上Rails這樣子 那那時候我再加上去捨位了之後 看過Ruby支付松本形容 講了一句話 他說開發Ruby的價值 就是為了讓開發者能夠快快樂樂的寫程式 那我覺得看到這句話我好感動 所以我於是有點選擇Ruby and Rails Rails的使用心得 其實他就是 主要是一個做網 主要是用來開發網站的一個架構 那他跟PHP相比的話 PHP轉到Rails的話 可以用一句話形容 就是 有減入奢 就是你 你變成有很多東西不用自己寫 然後都是 可以直接 在你的project裡面加入一些別人的東西 然後就稍微修改一下就有一個東西出來 那這樣好處 好處是開發速度變快 那壞處是 你必須要給你自己警惕說 你現在做的事情都是在用別人的東西 那你自己寫的東西變少了 那以新的語言開發一個信用網站 我覺得這種學習效果還不錯 就像我 我那時候把整個網站用Ruby充寫了之後 發現 會發現之前寫的code怎麼那麼鳥 然後就會順便把那些code優化之類的 然後 還是一樣把它看待成是一個練功的方式 就是 一直寫一直寫一直寫 然後一直看一直看 然後把不好的地方改掉 然後再 加入新的東西 把學到新的技術再把它加進來 當作是一個練功 然後那是版本控制 這個時候就開始改用Git了 那 呃 這個東西也 先boostrip起來之後 後來這個東西也起來了 那就是用字體的方式來取代一些icon的圖片 它其實就是 把一個 一個有icon的字體檔 包在一個 類似字體 就是一個字體檔 然後你把它引入進來之後 你就可以下一些class 然後 你就有那些icon圖案可以使用 對吧 例如像 例如像這個啊 這個圖案 呃 在這個東西出來之前 你可能會想說 這個圖案是不是用 呃 什麼jpg png把它貼進來 貼到一個button裡面 那事實上 它就是一個 它只是一個 那個i tag 然後class 類似叫做 download的東西 然後就這圖案 然後 還有 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也很紅 就是google phone 這個東西 加起來的話 加進來的話 你可以讓你的網頁變美 就是 主要是英文字體啦 因為 英文字體 像是 就是有個latl的字體啊 我們cc就是用那個latl字體 那看起來 就感覺不一樣 那中文字體的話 可以考慮使用 just phone 那我是在別的專案使用那個 別的專案使用這個 這個 中文字體啊 可是 本來要在CC上面使用 但是因為發現我CC套了SSL之後 他們說他們不支援SSL 所以我就 把它用在別的專案上面 那我覺得 更潮的是 三大神器 我覺得做網頁 前端的三大神器 就是寫HTN用HAMO HAMO它就是長 像這個樣子 它以 以那個 縮排的方式 縮排 H1 H1 那你不用打 結束標籤 你就是用縮排的方式 那你這樣看起來很乾淨 然後 你也不用 就是去檢查有沒有 漏掉什麼 結束標籤 不然的話 你如果結束標籤萬一漏掉的話 你寫到後面太多 你根本不知道 你結束標籤哪邊漏掉的話 你到時候要debug會很麻煩 那 省去檢查結束標籤的時間 這樣就很容易易於這些HTNL的架構 那 HAMO就可以讓你的 潮狀結構越寫越深 這就是第一樣神器 我覺得 那寫CSS的話 那就是用SARS SARS的話就是 我們寫CSS的話 你就可以在 其實 剛剛 剛剛講的 HAMO跟這個SARS 其實它都是寫在 等於你在想 你寫一個 寫一個新的語言 然後這個語言會把你 轉換成CRL 轉換成CSS 所以其實你不是在寫新語言 你只是在 有點像是在用擴充的功能 所以 你寫完這個檔案之後 它最後一次把你compile成CSS檔 那所以你在這邊可以 你就可以定義像 這個main color 是FF 那你就可以帶進來這邊 那你定義字體的話 你就可以帶進來這邊 就好像在 連寫CSS 都可以像在寫程式一樣 那你看到 你有時候寫CSS 可能會遇到這種狀況 你就會 以寫程式的人 你就會覺得這樣很不 很不符合你想要寫的 就 明明是一樣東西 我要寫三次 那你用SARS的話 你就可以寫潮狀結構 像是這樣子 所以 這裡寫的東西 就直接寫在這裡 這裡寫的東西 你就寫在這裡 這裡寫的東西 就直接寫在這裡 那 同時現在 CSS3 也很紅 所以你要寫個CSS3的話 你要寫個 當然現在這個問題 好像已經 現在這個問題已經解決了 但是有一些 其他CSS3的語法 你可能就要寫 好幾種瀏覽器的寫法 那這時候你只要 你只要使用這個mixing的話 你就可以定義 定義一個 定義一個函式 然後你寫一個進去 它就把你帶四個出來 就像是 你現在 定義這個函式 然後你這裡帶 那個 圓角的那個 度數要多少 然後 然後 你帶到裡面之後 它就把你產生四條程式 那你現在 就等於寫一行就行 那還有很多feature 這都要自己去看 它還有很多很吸引的feature 那 因為時間關係 我沒有辦法介紹太多 那時間就像生命 呃 時間就像 就是金錢 效率就是生命 用sars可以替你省下不少時間 寫jarscript 用coffiescript 一樣 你寫的是coffiescript 但是它把你compile成js檔 那什麼是coffiescript 它長的其實就是像這樣子 它也是用縮排的方式 你的 你的那個程式區塊 不用用大瓜糊 直接用那個 它很像python python也是用這種 縮排的方式 來做一個程式區塊 那我覺得它承襲到Ruby的特色 因為剛好在學Ruby 然後用到這的話 你會覺得更直觀 像是我要寫 假設發生一件事情 我要去指定一個變數 那其實你就 這樣子的話 你會覺得更容易易讀 你就是直接if放在後面就好 那像這個的話 你有時候會想要做一些變數 假設你的這個name跟message 是很容易會 是一個常常會變的 不是像我這樣寫詞 然後你又要產生一組 一組次串說 像Jason說了什麼話 某某人說了什麼話 那你 你如果用 用那個Coffice區的話 你就可以寫成這樣子 那其實它這裡 它這裡 它下面這個程式碼 其實就會把你轉換成上面這個程式碼 對 那它還有很多feature 也要自己去看一下 那易於的 易於閱讀的程式碼 會讓你想要繼續維護它 所以用Coffice區 可以增加你重構的意願度 那請小心使用Coffice區 不然的話就會發生像我一樣的事情 Mac倒在 咖啡倒在Mac上面 然後這裡就有人說 Coffice區玩太兇了 還有工具也不錯 這個軟體叫FileApp 它用來 它是那個 就是那個 那個 我們報名系統的 那個 那群開發團隊做出來的一個軟體 我覺得很好用 它拿來開發你的網站小功能跟處形相當好用 重點是它支援三大神器 那這個軟體其實我當初在Pone之前的時候 會不太懂它到底是做什麼用的 那其實簡單的來說 它是提供一個環境 有一個微型的伺服器 然後它同時支援 用Harmor SaaS 還有Coffice區 然後 它 所以你寫程式 一樣是用其他的編輯器 那你寫在它指定的目錄下面之後 它會幫你做自動Compile 有那些 那些把Coffice區轉成JS 把SaaS轉成CSS 把Harmor轉成HTNL 那你Build的出來之後 就是HTNL CSS檔 還有JS檔 那它很方便 然後 對 所以它也支援剛剛說的三大神器 然後 所以我用ROR重寫後的第一個版本 它是長這個樣子 然後 那時候 對 然後個人頁面 大概長這個樣子 然後這個就是 看到文明小戰 所以也弄了一個 有人說這看到什麼這個 看到人家誰來誰的什麼 都看到 女生的地方 女生的頁面都有一大堆男生去看 都說什麼很痴漢什麼的 然後 我坐到這個地方的時候 我那時候超級討厭IE的 因為我那時候曾經 因為比賽 因為IE的關係 還有整個體組沒有分數 所以很難過 所以我超討厭它的 然後 想到IE的話 我就想到這張圖 連IE都有勇氣問你說 你要不要把它射成浏覽器 預設浏覽器 對 然後 看看 然後我 我那時候就很好奇 我們網站的瀏覽器使用狀況 那時候是有使用一個幫我統計的 不過現在沒有用了 現在是用那個Google的Analysis 那 當時統計出來結果 我們學校有 百分之九十八%的人 不會使用IE瀏覽器 所以我決定 做了一個決定 只要IE瀏覽器進來 就跳出這個畫面 先下載三樣其中 一樣的先進瀏覽器 現在CC 它長這個樣子 這是最近寫的 最近新增一個功能 就是直接在首頁顯示 就是 就是 看一下 什麼可以講 然後再來講心得 我覺得 活在問題當下的人 是解決這個問題的最佳人選 因為如果今天這個東西是 發包給外面的人做 那可能不了解我們這些人 做那些選課 為什麼 在選課之前 為什麼 模擬那些選課的方式 會這麼痛苦 那所以你要是 遇到這個問題的人 那你就會知道這個問題 要用什麼方式去解決 是比較好的 那 還有就是 有想法的話就要趕快實現 因為你不做的話就被別人做走 就像Facebook Facebook那個社群網站那部電影也是這樣 也是演成這樣 就是 其實Facebook這個網站 在做的時候 不是 創辦人本身自己想出來 他是用了別人的想法 但是 因為別人只有想法 但是他沒有趕快把它做出來 所以他就被人家做走 那 還有就是 在教育廳看到別人 看到那個有人使用電腦啊 就是在 學弟妹在討論那個 使用NTSD.CC 用選課的啊 然後還有開學 這學期開學第一天 一進到校園聽到的 第一句話就是 欸 我是用NTSD.CC的 那個人我完全不認識 那個有人可以作證 我一進到校園聽到的 第一句話就是這個 然後 那時候當下的感覺就是成就感 那成就感 對我來說就是 我這個城市開發者的動力啊 老實說 其實我覺得 NTSD.CC 他不是什麼很厲害的作品 他只不 他也 他也沒用到什麼很了不起的技術啊 所以也都是 在做網頁 很簡單開發 他沒有用到什麼很了不起的技術 但是他是一個 解決一個沒有人解決問題的作品 還有就是 前面有講到 我那時候想在大學裡面做出一個 可以影響校園的東西 但是 然後 我覺得我做到了 對 然後Q&A 能不能夠 フォーク 呢 而且好一點的話會考慮一下 我蠻建議你立刻open source 這個我們很期待 好 那第二個是 通常在寫這種效果系統的時候 我們會碰到一個困擾 就是說那我跟學校的系統好像沒有辦法串接它的資料 那您在這一點是怎麼處理的呢 因為我估計說 估計說學校的更新選課的課程資料並不會很快 所以我都會抓著時機聽到有人說什麼有新的課程出來 因為有一些同學也知道這個系統是我做的 所以他們會通知我說 學校課程已經先擺上去了 所以我就馬上開那個我之前寫的程式去更新整個資料庫 那可能每天只更新一次 我不會開一隻程式自動去可能每幾個小時 讓那個的話太耗資源那個沒有什麼意義 所以我是就是只有選課那段時間 可能會每天自己手動更新一次這樣 就程式開下去大概跑個兩分鐘就跑完了 是直接從學校的網站上面 用類似cloud的方式爬下來的就對了 對 是用爬的方式自己爬的 OK 好 謝謝你 還有人有問題嗎 還有人有問題嗎 看一下 我 我 還有18分鐘 我可以demo一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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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使用之前要先登录 然后也要做学员的验证 那这就是像我 这些都是我模拟选课出来的结果 模拟选课出来的结果 那我可以点完整课表 看我修了哪些课 然后再看了 哪些同学修了一样的课 那他其实最早出来的时候 其实就只有选课模拟的功能而已 然后像我 他这里 你这样搜寻结果 一过去他就即使 预览说 哪些红色就代表冲堂 绿色就代表可以修 那你如果修了这个 他就会提示你说冲堂 对 那你也可以即使把一门课把它删掉这样 对 然后也可以看了哪些跟你比较有关系的同学 然后也把那个学校 很难找的那些 什么必修表都把它付在上面 对 所以 然后试集的部分就是 让同学在上面卖书 然后查同学 像我要找什么系的 过滤台课的 就可以看到 看你想要看哪一个 对 好 就这样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